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7月3日 歡迎收看香港國際旅遊台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討論旅遊解封 主要是提及歐盟的電子疫苗護照 和泰國布吉島的沙盒計劃的消息 夏天是旅遊旺季 隨著疫苗接種普及 歐盟27個國家都引進了電子疫苗護照 在7月1日已經啟動了 已完成接種兩者疫苗的民眾 只需要出示手機上的電子疫苗護照 可以自由出入在這27個國家 和參與這個計劃的瑞士、冰島、納威和列茲登士登 除了愛爾蘭之外 因為受到網絡攻擊影響 會退遲啟用電子疫苗護照 所有歐盟成員已經在7月1日連接到相關系統 要注意的是 歐盟在計劃這個證明的時候 設有一個緊急煞車機制 就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疫情惡化 會員國可以叫停 可以重新對持有證明的人 啟動隔離或測試檢疫 民眾要申請電子疫苗護照其實很簡單 只要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便沒有問題 已經完全接種了兩劑疫苗的市民 旅行前進行快速測試 而且有陰性結果 或者感染了新冠肺炎之後康復 如果合資格申請疫苗護照 其實拿到的方式都非常容易 民眾可以先到這個接種站 醫院或藥房索取一個紙本的接種證明 然後就免費下載它的APP 去掃描紙本證明上面的條碼便可以了 邊境檢測人員掃描APP上的條碼便立即可知道這個持有者的聲明 出生年月日接種的疫苗廠和日期 電子疫苗護照無疑是對歐洲的國民和旅遊業是一個超級好的消息 很多人都急不及待出國旅行 歐洲打了疫苗的市民便可以方便去旅行 那麼我們亞洲這一邊又怎樣呢? 泰國布吉島便對外重新開放 我們現在跟進一下那邊的情況 泰國布吉島沙峽計劃同樣是7月1日起開始啟動 放寬旅客入境的限制 容許來自香港、中國內地、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 66個中低風險國家和地區 以及已經完全接種了兩劑疫苗14天的遊客入境 都是免需隔離 遊客抵達後便會分階段接受三次檢測 並需要留在酒店房間等這個檢測結果 如果是持陰性 他們便可以在島上自由活動 如果想去泰國其他地方玩 便必須在布吉島逗留14天 不過旅客還要符合其他入境條件 包括必須在他們國家的泰國領事館取得入境證書 出境前持有72小時內檢測陰性證明 事前買保險不少於10萬美元 泰國旅遊局長表示 在布吉島上的酒店和其他相關旅遊場所 已經做好準備 而且島上80%的居民已經接種了疫苗 249名首批旅客都在7月1日中午抵達布吉島 主要來自新加坡、卡塔爾和以色列等國家 但如果推行順利便會慢慢擴展到泰國、其他地方 世界國地的旅遊業都開始慢慢重啟 看來可以去旅行的日子都快到了 我們現在看看香港和世界國地的疫情狀況 香港今天新增1宗輸入個案 台灣新增58宗確診 日本新增1,771宗確診 印度確診人數漸漸回升 錄得47,252宗個案 在美國新增超過2萬宗確診 在巴西錄得63,140宗確診 英國新增26,706宗個案 在德國錄得556宗 今天走出疫境 就趕著這麼多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給我們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OK 現在我們到處了